好 台湾今天雨也很大 那么在苗里的国华地下道呢 最近遭了小偷 他偷这个地下道的门跟电脑主机 原本呢 烟水超过警戒的时候 这里的LED灯会亮起来 来警示驾驶人 现在这一偷呢 灯不亮了 就怕在这个下雨积水的时候 会发 会这个出现致命的危机 工作人员一脸无奈 因为看看这地下道机房 原本的铁门全被偷走了 再往里头走 小偷的目标其实是内部放置的LED灯 看板主机 机房 抽水机的机房 门不见 然后电脑设备不见了 抽水机房内部设备万乐不打紧 就怕讯奇来了 前方的电子看板无法发挥近视作用 主机整个就没有了 没有办法领了 如果说机房的主机的电子看板 没有正常运作的话 对民众也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危险 所以这一部分我们会尽快 请厂商物价经费多少 尽快办理于维修 地下道抽水电线电缆都在 但就迟迟不见主机和铁门 施工所现在无法及时同步连线 让看板出现像这样地下道的警示字样 遇到雨天相关单位只好加强巡逻 赶快请厂商设置重装 才不会让地下道淹水时 无法发挥警示作用 记者彭志明 苗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